為什麼會全世界這麼多國家來挺臺灣 所以朗東這次可能是有史以來 看到那麼多外國人挺臺灣 也是中國打壓非常強力的一次 因為上次東京奧運的時候 臺灣拿十二面獎牌 然後後續也有賴清德總統 也順利的當選 那中國現在很擔心說 如果這股愛臺灣 團結臺灣的一個氣勢 延續下去的話 可能會對親中派 對中國要併徵臺灣非常不利 所以要做幾個層面的打壓 第一個 昨天的這場精彩 來這個比賽 照理來講 中國他們是世界第一的這個排名 應該要全程轉播 來看一下到底誰輸誰贏 結果一開始說不播 因為敏感因素 我不知道他們這個梁黃沛 世界排名第一的有什麼敏感到沒辦法播 結果後來到了第二局的時候 他還開始播 為什麼 因為他們前面看到第一局 那些所謂的旗幟什麼 都已經被他們收起來 被他們檢舉光了 他們覺得好像安全了 可以播 可是第二局打一打 不行 快要輸了 我們快要被兩隻 直接2比0淘汰了 又開始不播了 所以原本說不播 後來看到旗幟OK 又播 播一播翻譯 又輸了之後 又不播 這是他第一個用轉播的方式 來去降低國際社會 對於臺灣的關心 第二個事情是盯場的事 昨天他們這個 我們拿了冠軍之後 馬上就有臺灣的一些球迷 很熱心的拿出了一個 臺灣的一個模型出來 說十十那十塊 一瞬間就被搶走 他一瞬間被搶走意思是什麼 不只一個人在盯場 中國類似的盯場 事情是分布整個賽場裡面 甚至有責任區的 也就是說 你知道哪一個人拿出了這個旗幟 或旗幟有任何代表臺灣 甚至拿一包包包 乖乖都不可以 直接把你收掉 從他們熟練的動作 就會發現之前還有一個楊小姐 她也是拿一個臺灣的相關的這個旗幟 只有三個中國人 一個負責卡位 一個負責搶旗 一個負責讓座 會有一個分工 分進合級的一個方式進行攻擊 那第三個就是最可惡的 就是臺灣的這些 有一些內應型的這個立委 像是翁曉玲這樣 他就說 為了什麼中國隊 這個很開心 中國人的這個驕傲 這讓人覺得說 你好像回到三四十年前 你要反攻大陸的那個時候 你才現在去講中國人的 驕傲就很怪 現在是臺灣隊打贏中國隊 你怎麼不幫臺灣的這些建額加油 你去幫這個中國說中國人的驕傲 然後結果朱立仁發這個兩百份雞排 我認為那就是翁曉玲的遮羞部 就拿那個兩百份雞排 來掩蓋他找出來的不分區立委 心向著中國 認為中國人驕傲這件事 翁曉玲還不只喔 他還這個記者訪問他 他就說我沒有啊 我沒有講錯啊 就是我們都是中國人 然後事後又發了一篇臉書的這個文章 在那邊再解釋一遍 還是強調他這個中國人的這個論述 結果因為被砲轟到 真的受不了 臉書又給他刪文 又把你拿走了 也就是說對於臺灣人來講的話 你自己心裡面想要跟中國談判 要彈劾九二共識 那是其次 至少你在運動的這個場合 你不要在臺灣隊獲勝的時候 還要幫中國人去吃臺灣的豆腐 我想這大部分臺灣都不會接受 我相信很多想要替翁曉玲辯解的人 都會說他說的中國人 就是中華民國想要來這一套 翁曉玲不是在講中華民國 翁曉玲如果是在講中華民國 他直接在臉書都講中華民國就好了 他為什麼不敢講 因為他是在中國的 要給中國人看的 所以他的心態是這樣子 那朱立倫說那是我們的驕傲 所以大家講加起來 就我們中國人的驕傲 這是在變什麼樣子 結果還發兩百份雞排 雞排是好吃 吃照吃 罵罵罵 這是我今天聽到的網友講的 你要發我們就吃 我們吃是因為要慶祝林洋佩 又不是要慶祝你國民黨 對不對 本來就是這樣子